是不是好久没有做Vlog了 我说话都有点不太习惯了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号 我们今天就是趁着武艺的假期 确实把人都给憋得受不了了 所以跟麻痹小哥还有媳妇 然后我们带着黑豆去宠物乐园去玩 所以这是一个简短的开始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Vlog是一个很久没有做Vlog之后的 跟大家去做的一期聊天的Vlog 那么这期聊的主题就是我最近买的这些莱卡的一些体验 比如说这个M11 就是很多人很好奇我对它的评价是什么 那么我们随便聊随便说 然后在这期间 就是很多人知道我是有一个涨钱的一个约定 不涨到那个数字之前 就是不买相机 不买哪个相机 但是当然了 就是当我说服了媳妇和家人之后 大家还是同意我买了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下 就是这个是M6 这我买的是M6的大盘 0.85 就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呢 又把M6买回来了 还有这个是M4 这个是M4 还有M3 就是我买了好几台莱卡相机 然后呢 其实我每次去分享相机的时候 比如说我分享莱卡 就会有人问 你的哈苏 你的什么妈咪啊去哪了 那么我的哈苏啊都好好的 就是而且还添置了一个65F2.8吧 好像是那个镜头 我好久没用了 就一直放到柜子里面 所以呢 说实话也是因为 虽然买了相机 但是北京其实疫情也挺严格的 也都不能去哪里去玩 然后就是街头也没什么人 说实话 而且很热 就是因为管得这么严的情况下 就100米200米 可能也就一两个人 然后像我之前那种 街拍怼脸的方式呢 就是别人会很警惕 而且大家都戴着口罩 也没什么好拍的 所以基本上也没拍什么照片 所以就是拍那些家人的一些 生活的照片 也没什么了 所以也没有去分享什么 什么M4 M3D 人生街拍 照片冲洗等等的一些东西 今天出来本来说是要做一个Vlog的 然后我也带了相机 就是一个是莱卡的M3 还有50的F2的那样一个镜头 还有一个应该是富士的645的ZI 还是ZI什么的一个相机 从Takumi那边去借的来玩一玩 然后我带的是胶卷 都是电影卷 因为我现在在家自己也可以冲电影卷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想出来去拍一拍 但是今天拍的主要也都是一些 就是带狗去玩啊 然后朋友啊 我们也出来的一些东西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拍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感觉最近其实也没有 就是有什么想 那种相机啊 镜头啊 摄影上面什么追求 现在呢 反倒是觉得就是普通的生活 就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难得的一种生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有时间出来 因为工作也很忙 有时间出来了之后呢 反倒是非常享受跟家人 跟朋友跟狗一起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种人生 其实北京的疫情也有一点严重 但是好在没有完全的疯掉 所以就大家还是偶尔可以出来去玩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在家里憋坏了 所以就是也不能在外面随意的走动 所以街拍也很少了 就留一点胶卷啊 然后去拍拍自己拍拍家人 记录一下这个生活 所以现在我反倒是心态比较好 就是非常平静的享受这种很平凡的生活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想去分享什么相机啊 摄影啊之类的 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 很多平凡的东西还是非常来之无益的 所以还是且心且珍惜 这狗好吵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另外一方面说实话还是想着有一点投资价值 虽然我觉得这些胶片相机不会长得再那么厉害 说实话我之前买M6的时候非常非常夸张 那时候很早 就是基本上是9000块钱一个M6 还送一个50F2还是F1.4的镜头 当然那个镜头也是不是特别好的镜头 就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也就卖3000多左右 总之就是9000块钱你可以买一整套 那个时候是很便宜的 现在你不到2万多 你基本上买不到一个好的M6 所以当然它一部分是我想要去做投资价值 一部分确实也没什么可投资的 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要大家去买它作为投资 我买它们也不是为了去炒作 而是说确实也没什么可投的 就是手里拿的钱感觉也不是很安心 我身边的朋友 这是我的买这些相机的契机 就是每次当我身边发生这种事情 我就会买一台相机 就是当我的朋友 他就是all in了 就是买了很多的股票 大家懂得买了很多的基金 买了一些数字货币 当他们告诉我他们跌穿了的时候 就是亏了十几二十万 甚至更多的时候 每次我听到这些我都觉得很害怕 我都觉得我手里的钱马上就也要没有了 所以我就赶紧买了一些这样的相机 就是还是我说的我不指望他们 比如说我买它的时候一万块钱 它过几年它会变成三万四万 我不指望这个样子 但是我只是希望它本金能保留着 然后因为我也晚了几年 相当于是租金都给挣回来了 所以我希望是从这个角度去买他们 去做一些保值 我觉得不是想要去炒作 如果你不懂相机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去买这些来卡胶片相机 去抗通胀 如果你懂的话 我觉得这些老的相机 我觉得还是可以抗通胀的 当然它不一定会翻得非常厉害 但是我觉得你去喜欢教片 喜欢莱卡 然后喜欢去用它拍照 然后过几年呢 它应该还是能够给你 就是无论是在拍摄体验上 还是经济上会有一点保障 至少比股票基金这些 要更有保障的多 好吧 废话很多 我知道 因为这也是一个聊天的Vlog 说实话好久也没有做Vlog了 因为我觉得Vlog也没什么意思 我现在好几次出去玩的时候 就用手机随便拍拍 都不拿什么相机去拍了 那说了这么久了之后呢 我们言归一下正传好吗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的最近入了这几台相机 然后它大概的价格范围是多少 那我觉得它的一个使用体验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 去跟大家去聊聊就是这样一台 莱卡的M3 那么我买这台相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个Vlog 就是我跟我媳妇去做那个拍 十年的那个婚纱照 然后大佬Takumi呢 它有一个粉色的M3 然后我用了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 再加上我家里 其实我之前买胶片买的特别多 大概还有五六十卷的135 就是好几年一直都没有用了 我觉得应该把它拍完 然后我觉得M3它其实价格也不贵 那我这台M3买的是一万块钱 就是一万到一万一左右 所以还是可以的 这个皮都是原装的皮 之前这个皮掉的东西掉的很少 但现在被我用了之后 因为手有汗嘛 然后也很热 所以它用了掉了一些皮 那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掉一下架 但是我其实觉得M3还是不错 后面去后座皮 其实也不影响什么 就是原装皮 我觉得除了那种特别特别想收藏的以外呢 其实其他的都无所谓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买了M3呢 也买了两个镜头 就是一个35F2.8的 这样一个眼镜版的一个镜头 还买了一个50的F2的 线性版的一个镜头 那么这个50F2是用在这个M3上的 因为现在就是换了这个镜头嘛 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这个M11上面 就是一开始我买这个M3 其实还是踩了一些坑 就是我的最终评价是 我觉得M3还是一个不错的机器 它甚至就有点像就是玩核桃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一直盘一直把玩 但是它对于就是想要去买这个 这个莱卡胶片相机的朋友们来说呢 我觉得M3会有一点点硬核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买M3的这样一个坑 一开始我就是拿了 Takumi大佬的这样一个M3 我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觉得 哎不错 然后它的快门 我觉得快门的肯定程度 就是轻快 你按下去 它就咔嚓一下 非常轻快 非常爽 然后这个声音 然后包括整个的使用体验呢 我觉得甚至都比M6好 其实我这里面应该没有胶卷 然后它双拨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是五十分之一 我把它调到五百分之一 就是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个 而且关键是我当时买的时候 这个价格并不是很贵 就是一万到一万一 可能品相我也不是看得很懂啊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那现在这台机器呢 已经到一万三一万四了 就是还是会有点夸张的 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呢 大佬跟我说 就是如果你用五十的镜头 拍的比较多的话呢 其实M3是很合适的 那如果你不用五十 就用三十五二十八的话呢 就不太合适 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这一点 虽然他跟我说了 后来我拿到手的时候 我才发现果然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它这个取景器里面 它的这样一个黄弯 它是五十焦端的 就是你用三十五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就已经超出这个框了 它是最少是使用五十的 所以二十八就更不用弹了 那你觉得黄弯对的是准的 其实稍微是有些偏差的 所以才需要买一个眼镜板的这样一个镜头 这个眼镜板的镜头 这个眼镜呢 就是用作就是矫正的 相当于你戴一个人戴一个眼镜一样的 就从这个取景器里面去看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黄弯会被矫正过来 所以一开始我不知道 就是也没有仔细考虑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发现拍的会有一点点对不上焦 然后我就想那既然你都买了 还是要把它变得完美一点 所以就买了一个眼镜板的镜头 但是眼镜板的镜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就像一个眼镜一样的嘛 它是帮助你在这个取景这里面去能够矫正 但是在快递的过程中呢 这个眼镜这个总是会晃 就是它总是就是不稳定 所以当我把它套上之后呢 我发现它会更歪 就是你从黄斑里都能看到 它就是黄斑都不合胶 所以很麻烦 我就是就找别人去帮我去调教 调教完了之后呢 它跟我寄回来了之后 我还花了几百块钱 寄回来之后呢 就是快递无论是震动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就是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合胶 就非常夸张的不合胶 没办法 然后我又把它寄出去 又找一个人去帮我调 调了之后呢 它寄回来之后 可能也是快递呀 各种晃动就什么之类的 就它又不合胶 它还是不合胶 其实两个师傅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就没帮我把这个弄好 没办法呢 我就只能自己去学 因为我让后面的那个师傅 跟我把这个螺丝这个地方帮我开胶了 之前是有胶模的上面的 帮我开胶了之后呢 我就自己去买那个什么 改追吧 然后去把它去给对好 我是用M11的这样一个数码的机身 然后加上这个镜头 然后一点一点调 调好了之后呢 才放到这个机身上面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爽 有坑 就是你看本来这个机身M3机身 好像也没有多贵 就一万块钱左右 然后呢 你为了使用35 你就得买一个眼镜版的一个镜头 它又得六七千块钱 就还是很贵了 对吧 加在一起 但是这个眼镜呢 又不好去调 它不像你随便买一个后面的一些相机 你随便上一个35的 50的 甚至有28的 都可以随便直接用 它就不行 你就必须要去买眼镜版 然后呢 无论是快递震动啊 还是你自己晃动啊 它都有可能会 就是黄帮会跑 所以你得自己去 学会如何去调它 那你学会如何去调它的时候呢 你最好有一台数码的莱卡 你才会比较方便 那你寄给别人 就像别人师傅很负责 他在那条都没问题 他寄回来 快递晃动什么之类的 就很麻烦 所以就是我也不好意思 意思说师傅没跟我弄好 因为他发之前 他给我拍了照 确实很合胶 就是没办法 所以这种东西呢 还是要自己去处理 所以M3我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坑 所以你要买的话呢 可能现在相对来说 这些机器来说 它还是比较便宜 那么如果你是拍50的话呢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拍50的体验 非常非常好 那么50之下的一些焦段 那35 28的话 你得好好考虑一下 要不要买眼镜版的镜头 然后自己会不会调 那么说到这个坑了之后呢 我觉得其他的来说 我觉得反倒是M3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 它没有什么 就是电子化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铁疙瘩 它可以长期的持有 长期的保存 然后现在很多玩法 比如说换皮呀 做黑漆呀 就是做黑漆都排到明年了 我都排到几台机器 就是无论你是做什么样的东西 它都是一个价值相对稳定的一个铁疙瘩 它反倒不会像M6 等会我会说到呢 就是它的侧光如果坏了 你要去修 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我觉得反倒是M3 是非常简单 非常纯粹的一个机器 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一点 就是如果说有的同学 想要买一个M3 我觉得M3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器 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 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坑 就是你自己35的时候 这个眼镜板的这个问题 其他的话呢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闪光灯呀什么这些的 我都完全都配鞋了 所以我觉得M3是不错 那因为我自己说实话 拍50拍的真的很少 我也只有拍家人 才会去拍一些50 但我觉得真的是 用M3拍50的体验 真的真的非常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